明天就能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妈妈 你看看 今天去做铲检 医生说B很健康 咦 是呀 很脆质 乖书 使食了爸爸 是呀,哪有来说这么夸张啊 你看到现在只有五个月,哪有这么快啊 等她生出来之后,你就知道像不像 嗯,过了几个月,我们有先逃啊 啊,是呀,是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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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送走,你试试她啊 蛤,为什么啊 你还师奶说,大妇妇不可以养猫养狗的 到时生个K胎出来怎么说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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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快点送走去吧 哪有这么夸张啊 你看人家那些大明星啊 有了BB 他一样照样狗照样妈 哪有见到他们有什么问题啊 生出来的小孩一样那么脆脂 得意又健康,没问题的 哎,不行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送走去,我自己和我儿子 哪有这么夸张啊 喂,来啊,你快点 你快点,你快点见老婆送走 你快点,快点 哎,老公啊,不要送走她啊 不要送走她啊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在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要提示一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疑难问题的话 都不妨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生活调查团 和我们沟通交流又或者报料 好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话题 现在时下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养小动物来打发一下时间 而其中养猫猫狗狗的人就比较多 但是因为这个主人将要引育下一代 养育新生命 就会将这些猫猫狗狗送给人 又或者是遗弃了它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听别人说 在引育下一代的时候 如果养这些猫猫狗狗 就很容易会传染到他们身上的细菌 又或者是公形虫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严重 那么夸张的呢 那这些猫猫狗狗身上 是不是真的都会有公形虫 还有在我们华人期间 是不是都不可以养猫猫狗狗的呢 那今期节目时间 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调查清楚了 望着这些那么可爱那么可爱的猫猫狗狗 你可能都会想捕捕它摸一下它 不过在不少准妈妈的眼里面 它们再得人喜欢 都要来到它们远一远 那又是为什么呢 你家里有没有羊虫吗 没有的 那你觉得大妻妇 应不养羊虫 会不会养人 我觉得 如果是虫对孩子的影响来说 可以先不养 因为毕竟是对审物体有影响的 你觉得猫狗哪有方面 猫狗身上会有公形虫 它可能感染了之后 那个小猫狗会刺激的 没有 就是你们小朋友出生之前的 都没有 那你觉得应不应该 不应该 那狗有机身疮 这个狗反正对人家没有什么好处 我能不能产生养 华人可不可以养猫狗狗狗的 我自己觉得 华人期间 大妻妇应不应该养人 那我觉得 如果你养惯了 有没有什么所谓 你家里有没有养草物 没有 那你觉得大妻妇 可不可以养人 可以啊 可以 可以的 可以 两姐不充得 没有 对于养狗的家庭来说 准妈妈们坚持养狗这件事 很容易在家庭当中产生分歧 家中的老人坚持将狗狗送走 因为狗狗身上有细菌 最重要的是 可能会令到准妈妈感染公形虫 导致胎儿畸形 甚至流产 而一直养狗的准爸爸和准妈妈 却认为养狗和怀孕并不冲突 照科学养狗 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了 看来街坊朋友 对于猫狗 对孕妇 是否会造成影响的这个话题 意见分歧都比较大 而他们大多数人提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公形虫 那究竟公形虫是什么 公形虫对于孕妇 又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公形虫呢 它是一种细胞内的寄生虫 通常呢 就是说在这个猫的体内 比较多 那么就是说是孕妇 基本上传染 还是主要通过猫来传染 如果孕妇被传染 公形虫以后 会造成流产 死胎或者是生下来的孩子畸形 就比如说是智力障碍 或者是肢体方面的一些畸形等等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几年 被公形虫害羞的人 还真是不少 看来这个公形虫真的几多人害怕 正因为这样 很多怀疑的妈妈 最终只能忍心抛弃这些 可爱的宠物 好像有一些人 因为说猫猫狗狗 就是有了这个公形虫 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治疗 只可以把它们遗弃或送给别人呢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很多孕妇都会在即将怀孕 或者怀孕的时候 会带猫猫来做公形虫的检查 担心自己感染上公形虫 而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这种情况 主人有了孩子 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但是怀孕的妈妈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养这些小动物的呢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凡 这个呢 是我们家的狗狗Milk 他今年已经四岁了 陪我已经四年了 我去年出嫁的时候就是带着他的 因为和他已经养了四年了 感情非常的深 我觉得他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然后我现在怀孕了 自己宝宝也有三个月了 可能家里老人说 可能就怀孕了不能养狗狗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狗狗没有问题 其实我每年都会给他按时的体检啊 然后每天都会给他洗澡 都很干净的哦 我很放心 我觉得我的爸爸以后 可以和他一起成长 大家好 我是洛奇特美医院的曾医生 我从事的行业已经有四年了 每天最开心的事呢 就是和妈妈和狗狗一起相处 这个小朋友呢 叫彪彪是我的儿子 已经两岁了 此时呢 我都会打算结婚生小朋友 我就希望小朋友呢 从事就可以和妈妈和狗狗一起成长 做一个有爱心的小朋友 Hello Hello 叫本猪啦 这个呢 是我家里的狗狗 她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她叫女神啊 我们呢 已经 生存了两年时间了 那我今年呢 刚刚结婚了 又不准备要小朋友 那有很多人呢 就会说 小朋友和这个狗狗 会有冲突 就是可能会影响到 婴儿子啊 或者是怀孕的时候 会有些影响了 但是呢 我们的家人呢 都事先呢 都有查了很多的资料 就说 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呢 而且她和我们已经相处了两面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我们会在被人的过程当中 都会和她一起去感受这个过程的 为了解开疑问 搞清楚猫狗对人妇而言 到底隐藏着怎么样的有毒因素 我们的调查员 专门邀请了以上三位 家里有养宠物的女士 然后将她们带到医院 做个供形虫的血液检侵 医院的医生 将会协助我们一起解开真相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三位志愿者 就是辅助我们今次做实验的 那他们家里呢 也是有养了一些猫猫狗的 那我指这一位呢 就是我的同事寶珠 那他呢 就有计划即将要还人的了 那而另外的这一位呢 就叫小帆 他呢 他呢 现在是已经有了三个月的生肌的了 那而另外这一位呢 就是在这个寵物医院做医生的了 那他呢 也是长期有和这个猫猫狗狗的亲密的接触的 那不知道他们三位身上呢 有没有带有这个供形虫 那我们马上呢 就会带着他们去做一个血液的检测 那你们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出发的了 好了 走了 三位志愿者 都是长期和猫猫狗狗 接触的外种人士 已经怀孕了三位的小贩 他并没有打算要和他的外狗分开 而刚刚开始要计划怀孕的宝珠 也都没有要送走他的外狗的计划 在众物医院工作的彪彪妈 他表示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工作 会影响以后的结婚生子 那长期和动物接触的这三位女士 会不会感染公形虫 从而埋下隐患呢 接触来的实验 需要抽取他们的血液进行发验 为了下一代着想 各位就忍一下 通过专业的设备 三位自然者的血清皮分离 他们看内有没有公形虫 这些结果将会直接关系到 今后宝宝的安危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发验结果出来了 三位自然者的公形虫抗体 都是呈现阴性 也就是说 他的体内没有公形虫 小凡兔里面的小BB 是完全安全的 而以上的检测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养猫狗的人士 并不是绝对会感染公形虫 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在人旗里面 既不送走宠物 又可以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健康 我们现在通常的话 就是准备怀孕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一个用钱检查 就是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检查 就是公形虫 就是说 不管有没有这个养猫 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 还是常规做一个检查 比较稳妥 另外呢 就是在怀孕以后 尤其是早期 我们也是建议做一个 就是忧生忧郁的检查 其中主要也是包括一个 公形虫的感染检查 就是没有怀孕 你可能需要检查是吗 怀孕前和怀孕早期 都应该做一个检查 现在呢 就是大部分家养的猫都是在自己家里 一般来说 就是说不放出去跑的话 他感染公形虫的这个几率也不是很高 就是啊 那么就是说狗也有可能感染 但是这个几率就更低了 就是说啊 就是说主要还是在外面 你跑的这个野猫呀 这些情况啊 那么肯定有一定的几率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是 首先呢 家里如果是养猫养狗的话 还是尽可能的要做好这个 这个寄生虫的这个预防 打一些疫苗呀 或者经常做一些检查工作啊 这些是最好做到的 尤其是准备怀孕的这些 这个妇女 肯定是就是先把这些问题先检查清楚 根据今次对三位志愿者的血液检测报告结果 再加上专家的解释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其实长期接触猫猫狗狗的朋友仔呢 感染上公形虫的概率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 无论是已经有了BB的 还是即将想有BB的女士们呢 都不用太过担心 在任期的过程当中呢 接触猫狗会对于胎儿有什么影响呢 猫猫的话呢 它传染给人的机率会高一点 什么呀 猫猫都会有公形虫 而且会传染给人的机率都很高 如果我家的猫狗真的感染了公形虫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又应该怎么放药宠物避免感染发生呢 下次回来生活调查团 天天还你占 HELLO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 对于那些民虫色变的人来说 就总是觉得那些可爱的猫猫狗的身上 就当然会有公形虫这一类的病菌 那是不是真的公形虫只存在于猫狗的身上 还有在什么情况之下 養猫狗对于孕妇真的会有不良的影响呢 嘉嘉 其实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关键在于你家里养的猫猫狗狗 它们的身体健不健康 有没有定期带你家里的猫狗做身体检查 而我们的调查员有接到观众的电话 要委托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将它们的爱猫爱狗送到宠物医院做个公形虫检测 看看它们有没有公形虫病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间宠物医院的门口 好 而在我身边这两只这么可爱的狗 亦都是观众朋友委托我们 帮忙检查一下它们身上究竟有没有公形虫 那这一只就叫女女 而这一只就叫乐乐 那我们马上就去检查它们血液当中 到底有没有存在公形虫 走了 就在我们等待检测的时候 草物医院来了一只很可爱的猫猫 它今天也是过来检测公形虫检 相请不如扭转 我们成绩邀请了这一只可爱的猫猫 加入我们的实验当中 接入来我们将会为三只可爱的宠物 进行公形虫的检测 这三只可爱的小朋友真的非常勇敢 看着这么粗的针管都没有丝毫害的意思 非常配合感给医生抽血 真的很乖 这么快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看看 不过这么多条线应该怎么看呢 都是感知语的问题 都是交给林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结果是怎样呢? 林医生 刚才做了两个狗狗和一个猫猫的检查 他们显示的结果都是阴性的 就是说他们田内没有公形虫 所以我们的主人都可以放心 你们的猫猫狗狗都是非常健康的 不过在这里的林医生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 就是公形虫的传染源只来源于这个猫狗的身上吗? 不是的 公形虫的话呢 可以来源于所有动物的 但是就是说那个猫猫的话呢 它传染给人的几率会高一点 因为猫猫它是一个公形虫的一个中末宿主 其他动物的话呢 是一个中间宿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间宿主的话呢 就是它很多公形虫感染之后呢 它不会向外传播公形虫 但是会它自己感染之后 很快产生抗体又治愈了 它可能就会处生在体内 这种隐性的感染 但猫猫的话呢 它感染公形虫之后 它在初期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呢 会通过粪便 排出一种公形虫的感染性的虫卵 这个虫卵的话呢 就是说排出到环境中 大概要经过一到两天才会感染人 人如果误死了这种感染性的虫 它就会感染上公形虫 其他动物也一样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 公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的原虫 而通过林医生的解释 我们可以知道 猫是最容易感应公形的 但也都不完全可以说 猫身上一定含有公形虫 必须要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感染 例如猫吃了生肉会感染公形虫 而人感染公形虫 主要是接触了它们的糞便 除了猫之外 医生还告诉我们 几乎所有的暴雨动物和鸟类 都可以感染公形虫 成为中间宿主 如果我们人吃了没有煮熟的肉 或者接触了一些动物糞便 而没有洗手就吃东西 那人都很容易感染到公形虫 那如果猫猫狗狗有了公形虫 是不是没有办法治疗 只可以把它移切或者送给别人 不是的 公形虫的话可以检查得到 也可以治疗 检查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快速的检测方法 也可以有更准确的实验室的检测方法 治疗的话也很简单 只要简单地服用一个疗层的口腹药就可以了 还是可以治疗 没有必要把它移切 对 这个公形虫的话 它其实感染上 它发病率是很低的 很多的话 动物它都会通过一个自身的免疫 很快产生抗体 而无需治疗 它就会治愈了 很少量的动物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症状 比如说淋巴结肿大 或者腹泻啊 发烧这种 很少 当有这种临床症状严重的症状 我们才需要治疗 一般情况下 都不需要治疗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 可以教给那些即将想要有宝宝 或者是已经有了宝宝的孕妇 在养这个宠物的时候 更加科学的去养他们呢 即将怀孕的朋友的话呢 最好在怀孕前 给家里面的宠物做一个公形虫的检查 确定它身上没有公形虫 除此第二点的话呢 尽量避免接触一些动物的生肉 还有如果家里面有养猫猫的话呢 在怀孕期间要防止猫猫吃生肉 还有它那个尽量少接触猫猫的风格 如果准妈妈不想一人期 和自己养的狗狗分开 那就要做到科学养狗了 第一 怀孕之前要做相关检查 如果小宠物和人妈妈都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继续怀孕了 如果小宠物和人妈妈有感染迹象 那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先进行治疗 然后再进行怀孕 第二 怀孕之后要和小宠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和他们亲密疼烦地接触 第三 保持居家环境卫生 家人要腾帮宠物做清洁 人妈妈也要保持好个人卫生 腾洗手 四 不要食来源不明 未熟的动物佣 它们都有感染公形虫的可能 只要注意上14点 我们相信人妈妈还是可以安全 健康地度过怀孕期 并且不需要承受失去外床的痛苦 那像我们普通人的话 养小动物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样的 其实人跟动物之间的话 是有很多一种 叫做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除了共性种以外 还有其他的 那怎样 就是说可以更好地养小宠物呢 我们可能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的话呢 要给动物喂食猫狗粮 就是不要让它吃生肉 因为很多动物感染这个传染病 或者寄生虫的话呢 都是通过食用生肉而感染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猫狗或者其他虫物的排泄物的话 一定要正确地处理 就是排泄物 最好就是说 就是用报纸 就是和纸袋包装好 在人间垃圾中去处理 而不要让在家里面放着 或暴露在空气中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 每年要做一次疫苗 然后大约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要做一次寄生虫的去虫 还有的话呢 就是要那个定期的做身体检查 然后半年或者一年做一次全身的身体检查 如果不作为种用的话呢 那个猫狗最好在一岁之前 给它做那个绝育 所以我们一样寵物的时候 然后要将不同的宠物的生活杂性 来为它们提供食物 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属性 如果你想给家里的狗狗们 自制粮食 也不可以乱来 例如猫咪 是肉食性的动物 每一餐都是肉肉肉 为它吃米饭 蔬菜根本就不消化 狗当然是杂食性 肉菜不堪 但人类经常吃的盐和油 就不可以多吃了 除了定期带猫猫狗狗去做身体检查 或者治疗 保持猫狗良好的卫生环境 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可以防止它们没那么容易得病 所以还要定期帮它们洗澡 调查到这里 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什么是公形虫 以及它和宠物之间的关系 还有其实孕妇在怀孕期间 不可以养宠物这个说法 就不可以一概而轮过 要辨证地看待 节目的最后 一起和大家回顾今期的节目内容 女士在怀孕期间 照着意和宠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养宠物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怀孕期间 尽量不要接触猫的分辨 24小时之内 最好要处理好猫的分辨 这样就不会感染公形虫 需要纽阵的不驱系 狗狗是不会直接传染公形虫给人类 所以不要再以公形虫 为由放弃你们家的外宠 最后公形虫在其他动物身上 亦都普遍存在 不要食欲来力不明 和未煮熟的肉类 而且最好是定期带 你家的宠物去做一次身体检查 好了 无论是已经有了BB 或是即将要有BB 的电视机前面的外宠人士 看完我们今期的节目之后 都不需要太过担心了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除了猫猫狗狗之外 羊猪牛这些都是主要的公形虫携带者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吃这一类的肉类的时候 就要彻底加热煮熟才好吃 而且接触过生肉之后 就记得一定要洗手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想了解更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点半 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